大家好,做红烧肉千万不要下锅焯水,那样的做法是错误的。 今天大厨教你正确的做法,让你做出的红烧肉不但肥而不腻,色泽红亮,而且还像豆腐一样嫩。 非常的好吃下饭,看完视频之后保证你们学会了一道拿手好菜。 你可要先点个赞,收藏好,以免想吃,不会做的时候找不到我。 首先我们准备十块钱两斤的五花肉,用刀从中间对半给它切开,把五花肉给它切成大大的小块。 全部都切好之后,直接装入白色的大碗中。 加入一勺食盐,倒入适量的温水,先用盐水把五花肉浸泡十分钟,这样不仅能够泡出里面的杂质,而且吃起来更加的软糯。 下面我们再准备五块钱的鹌鹑蛋,凉水放入锅里面,给它煮上五分钟,把它煮熟。 煮熟之后放入凉水中,过两遍凉水,这样可以快速降温,更容易包壳。 放在手里面揉搓两下包去外壳,包出来的壳非常的干净,不带一点肉。 包好之后,先放一边备用。 十分钟之后,五花肉已经泡好了。 看一下,里面有很多的杂质,把它清洗两遍,控干表面的水分。 锅中不用放油,直接烧空气,然后把五花肉放入锅中。 五花肉不用焯水,直接在锅中炒出多余的牛油。 这才是红烧肉吃起来肥而不腻的关键。 不知不觉我都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了。 还没有得到你的小红心,真的是太惨了,这个视频,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,非常感谢。 炒出来的牛油,咱们可以留着炒青菜吃。 然后放入葱段,姜片,干辣椒,八角,香叶,一把冰糖。 一定要开小火把冰糖炒至融化,这样红烧肉才会又红又亮。 然后放入少许老抽,一勺生抽。 加入半瓶,我喝剩下的啤酒。 啤酒不仅可以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,而且还可以软化肉质。 不要钱的开水一次性给它加足了。 最后把鞍唇蛋放进来,扣盖小火炖3600秒。 炖好之后,加入一勺食盐。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 亲爱的家人们,制作视频不易,一个红心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。 对于一个农村出来,交做菜的就是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 这个视频恳求大家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 家里还有三个女儿,在上幼儿园,压力实在太大了。 拜托大家啦。 这样一份非常好吃的红烧肉就做好了。 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,颜色红亮诱人。 五花肉软烂入味,吃起来一点都不腻,像豆腐一样嫩。 比饭店做的还要好吃,搭配上米饭一次三碗都不够吃。 做法也是超级的简单。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,就收藏起来,在家试试吧。